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ome键在我们的这个什么地方呢 在尾插座上面啊 阶期这个尾插座 它在这个实物呢 它是连在什么地方呢 在实物 它是连在这个地方的 大家看一下 也就是在我们尾插排线上面 也就是这个地方 这就是我们的home键接口 那么它是我们的阶期座啊 我们的这个阶期座啊 阶期座 这个阶期座连到了这个地方 然后再透过这个啊 这个排线 是吧 然后再怎么样子啊 再送到这两个处点 这就是我们这个home键的这个座子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home是什么意思 各位 从字面上理解 知不知道home是什么意思啊 是不是家 是不是啊 我们说回家 是不是啊 就是home 是吧 那么这个home呢 在这个当中呢 当然它不是说回家 是吧 是吧 我们当然我们每天我们都说回家 是吧 是吧 在这里它肯定不是说回家 是吧 那么它指的是什么呢 它指的是我们的 操作的这个什么 主菜单 也就是我们每按它一次 它就会返回到我们的主菜单界面 啊 这是我们在这我们叫home键 是吧 就是在这里 在这个排线上面啊 那么这是这个排线的正反面 排线的正反面 哎 就是在这一点上 home键 这个接口就是在这个上面啊 也就是当我们没有扣这个我们那个前面那个啊 机子没有装上去 没装上去的时候 我们想在测试当中 我们需要来返回 是吧 需要到这个返回界面的话 我们怎么办 我们可以用列子 用列子把这两个点 碰在一起 碰在一起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返回到这个主菜单界面了啊 那所以说这个home呢 它指的其实这里指的不是说我们的这个传统的一个家 是吧 指的是什么啊 指的是主界面 用户操作的一个主界面 也就是我们的菜单的主界面 是吧 样子啊 那么在电动图上呢 它这个地方是怎么样搞的呢 那我们看一下电动图啊 在电动图上呢 我们就不是在叫什么 不是在叫 home了 我们电动图上叫什么 叫menu 指的是啊 叫菜单键 来看一下 我们电动图上叫做menu key 指的是啊 就是菜单键 menu 就是什么 菜单 大家知道菜单什么意思啊 所以我们去参观点菜啊 参观的那个菜单是不是一盘一盘的这个很多做的比较好的精美的那种菜单 是不是一盘一盘的菜做成图片了 是吧 你跟服务员说哎 我要这个 我要那个 我要这个 是不是样子 哎 你点一下 是吧 点一下 就是下个单子 是吧 所以在这里呢 指的这个菜单呢 是指我们什么 嗯 这个菜单指的是我们主界面的这个一个一个的这个什么程序 是吧 当你点一下的时候对应的程序就会被打开 知道吧 就是这个意思啊 所以这里的menu呢 就是我们的菜单 home呢 就是返回到菜单的主界面啊 key 表示什么呢 key 就是按键嘛 是吧 按键 key 的这个用法很多啊 比如说这个钥匙 是吧 我们开门的钥匙 还有什么呃 这个问题的这个答案都可以用来key的表示 那么在电路上面这个key的那肯定不会指的是钥匙吧 是吧 肯定也不会说是答案 是吧 你指的是按键啊 按键 也就是什么菜单键 好吧 菜单键 啊 在电路图上我们是叫菜单键 是吧 叫这个菜单菜单键 home键 返回键 是吧 这是常见的这几种叫法嘛 是吧 啊 菜单键 home键 返回键 是吧 这是常见的这几种叫法嘛 是吧 啊 菜单键 好 这是一个 啊 那么过来之后呢 过来之后 我们看一下啊 他还需要哪些元件来完成这个home键的这个控制 因为home键如果说没有一作用的话 这个手机根本就没法用 是吧 因为你经到一个菜单了之后就退不出来了 是吧 你要想推出来 除非你这个什么 你要关机 是吧 你下次才能再退出来 所以这个home键如果说不能用的话 必须要修的啊 不修不行 不修没办法用 你就开键可以不修 是吧 开键你说你按下去是不是 我开键按开键没作用 但是我可以怎么样 用尾插开机 是吧 插数据键开机 但是home键没有的话 那这个就不行了 你必须都要修啊 好 我们看一下 中间呢 还需要一个什么什么东西呢 还需要一个优三啊 优三大家看一下 优三是什么样子啊 优三呢 我把它放大看一下啊 优三它里面带个什么东西啊 带个这种 哎 看到没有 像我们扑克牌里面那种一个什么牌啊 像方块啊 是吧 很像 那么这个玩意是个什么东西呢 这个叫什么 这个英文叫做buff buffer 全称叫buffer 那么简写的就是什么buffer 那么这是一个什么玩意呢 这是一个缓冲器 哎 谁是缓冲器啊 buff 谁是buff啊 他就是buff 他就是buff啊 那么就是什么 他就是一个缓冲器 这个在我们前面讲开机电路的时候 我曾经跟大家讲过这个东西啊 优三 那么他的是怎么样的 他是 这个这边是输入啊 这边是输入 这边呢 是输出 他是这样子 那么 他的这个输入输出的关系是怎么样的 这边是 低电频 那么呢 这边也输出低电频 这边输入高电频 这边也输入高电频 那么呀 他没有别的太多的用途 他只是起到一个什么呢 延迟时间 他只是起到了这样一个作用啊 拖延了一下时间 所以我们叫什么 叫缓冲器 缓冲了一下 我这个0呢 到这里不是马上就出去 是怎么样 缓冲一段时间 再送出0 我这里的1呢 这个高电频1呢 不是马上这边就是1 什么样子 他再缓冲一下 这边再输出1啊 拖延了一下时间 好 这个就是他这个原理 好吧 缓冲器的这个原理 那么这个在电路图上 你要我把它打开看一下啊 啊 这个电路图 我们叫做U3 好 大家可以看得到 这个在电路图的第三页 是吧 你可以看到在这个电三页 右下角 是吧 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叫什么 他叫U3 那么下面这个是我们hold 刚可以是吧 保持键 是吧 这是我们的开机键 开机键在开机线路里面呢 我们讲过 那么这个U3里面呢 它包含了两路缓冲器 它包含了两路缓冲器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当前用到的这一个呢 是这个上面的第一组缓冲器 对不对 你看一下 我们用到的是这第一组 这是我们的菜单键 是吧 那么下面的这个呢 这是什么东西啊 下面这一个 这是我们的 开机键 后的刚可以是吧 这个我们在前面开机线路的时候 我们讲过的啊 在这里我们就不再重复了 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呢 主要就是突 主要就是突出的讲一下 上面的这个menu key 讲完之后 我们要能够 学完之后 我们要能解决 当home键不能用的时候 怎么样来维修啊 这是我们一个学习的目标 好 那么它从 u3的1脚进6脚出 对不对 它是这样子的 好 我把这个呢 脚位呢 在我们刚才这个图上呢 我们标啊 我把它标上去啊 1脚进6脚出 1脚进6脚出 就是这样一个关系 好吧 好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经过这个缓 这个缓通键 它需要什么工作条件呢 它需要一个供电 啊 我们看一下 供电来自哪里啊 ppu8窝位置 是不是这样子啊 只要装上电池这个电压就会有的啊 所以说呢 u3呢 它在待机情况下 就会有这个ppu8窝位置啊 所以说我们这个 u3它有可能会导致待机漏电这种故障 好吧 它也可能会导致这个问题的 然后呢 这边呢 又经过r92 将这个电阻呢 通过这个电阻 为这个一脚提供一个什么 提供一个1.8伏 是不是提供一个1.8伏 所以这个它把它上拉到1.8伏 是不是啊 所以这个我们把它叫什么呢 上拉电阻 所以我们把这个叫做上拉电阻 它给它提供 它为这个ic的一脚提供一个1.8伏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看一下 当这个 开关没有按下去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情况啊 当我们这个我们说这个什么sw断开的时候 我们home键没有按下去的时候是什么情况啊 我们home键断开 也就是我们的sw w 断开 断开是 也就是我们的home键没有按下的时候 那么这个是怎么样子呢 这个是这样子的 当没有按下的时候啊 这个这个地方是不是悬空的 哎 这个地方是悬空的 啊 我们接期做了19号是悬空的 于是这个电压呢 就通过2220这个392k这样一个电阻 是不是到这个地方啊 所以说这里是多少伏 这就是1.8伏 是吧 这里呢 按键上是不是也是1.8伏 也是1.8伏 是不是啊 然后呢 这个一脚多少伏 这个一脚是不是也是1.8伏 我们刚刚讲过 对于这种缓冲起来 它输入是多少伏 它就是输出也是多少伏 所以说第六脚这个时候也是1.8伏 好吧 这是一种情况 那么另外一种情况是这样子的 就怎么样子啊 当这个按键按一下之后 是吧 我们说当开关断开时 是吧 断开时 我们这个U3的呢 1脚等于 1.8伏 是吧 然后呢 U3的 6脚 是不是也等于1.8伏 对 也等于1.8伏 是不是 那么当开关sw 闭合时 那么U3 的1脚等于多少呢 哎 当它闭合的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啊 当它闭合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 当它闭合的时候就成了这样子 是不是啊 是这样子 好 于是这边的这1.8伏怎么样 是不是经过这个开关接地了 就低了 是不是样子啊 所以说这个地方由原先的1.8伏 变成了多少吧 变成了0伏 那么U3的这个1脚呢 是不是也有1.8伏 变成0伏啊 好 于是6脚呢 是不是也有1.8伏 变成了0伏 是不是啊 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好 所以说当我们按一下home键 最终的结果是怎么样子的 最终的结果就是这样子的 按一下home键 U3的1脚 按一下home键 U3的1脚 是不是啊 是不是啊 那么没有按下home键的时候呢 没有按下home键的时候呢 U3的1脚是不是等于1.8伏啊 等于1.8伏啊 那么他这里等于1.8伏的时候 那么 后面是怎么样子 我们的U3 好 U3的这个6脚 是不是也更多等于1.8伏啊 是吧 一样的嘛 这边也是一样 当我们按一下这个home键的时候 一脚是0伏 然后他的6脚呢 也是0伏 是不是啊 这就是他这样一个 这就是我们所得到的这样一个结论 好 那么整体来看就是这样子的 当我们按下按键之后呢 就是说当我们按下这个home键的时候 我们这个U3的6脚 它会怎么样的 由1点 由1.8伏变成0伏 是吧 哎 这个地方他就会怎么样子 还会这样子 由1.8伏 好 最终呢 我们的CPU的W3脚 是吧 他这个地方也是由1.8伏变成0伏 哎 也是由1.8伏变成0伏 也是这样子 有1.8伏变成0伏 于是他怎么样了 W3脚他说 我原来是1.8伏 长的下1.8伏 现在变成0伏 于是判断为什么 于是判断为home键已经按下去了 那么他会执行这个对应的这个动作啊 那么这个电压呢 他同时啊 这样一个变化 他还是要通送到我们电源IC的 是吧 他也要同时送到我们电源IC的 因为电源IC他里面呢 他要 为这个整机要供电嘛 是吧 特别是我们在这个休眠的状态下 我们按下这个home键之后啊 我们的屏幕会不会亮啊 各位 屏幕会亮啊 是吧 屏幕会亮 那屏幕亮是不是就要有供电呢 是不是啊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 屏幕亮 他是这个什么 有供电 你要有供电 你要有供电 那么呢 所以说你要不要告诉电源呢 肯定你要告诉电源嘛 是不是啊 所以说他会同时的 我们这个一般的时候按键按下去之后啊 他都会同时去给电源 好吧 除了给CPU之外 他也同时会给电源的 因为我们按下去之后 电源也应该有对应的这个动作啊 好 这是这个home键 他这个原理啊 就是这样一个原理啊 就是就是这样一个原理 这就是home键的原理 按下按键之后 按下按键之后 然后U3的1角 由这个1.8V变成0V 于是U3的6角也由1.8V变成0V 这1.8V到0V的这个变化 分别送到电源的B12K5角 以及主CPU的W3角 是吧 那么当这个home键不能用的时候 怎么样搞 是不是啊 这是我们要思考的 那么呢 现在我们暂时呢 先不去考虑这个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几个键 音量加减键还有静音键 那么这个实物上呢 那么这三个键呢 它都是在一个桌子上的啊 都是在J2这个桌子上 J2这个桌子的八角是控制音量的减 十角是啊 八角是音量的加啊 十角是音量的减 六角呢 是我们这个什么 静音 对吧 六角是我们的静音 这就是这个桌子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实物上啊 它这个静音开关 嗯 这个 音量的加减键呢 它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看一下这个实物啊 啊 那么这个呢 它是在开机排线上 各位 它是在开机排线上 啊 你可以看一下啊 那我把它放大一下啊 你可以看一下 音量键 音量加音量简 是吧 实际上你可以拿出你的这个iphone 你自己去观察你就知道了 啊 静音键这个是一个什么 一个开关 它是做一个什么 上下的一个什么 波动 说一下 哎 上下的波动 一般来说呢 我们往屏幕的这一面呢 是把静音这边拨 还是怎么样的 把静音这个功能怎么样关掉 是吧 然后呢 我们往这个 啊 后壳这边来拨 他是把这个静音的功能打开 这个时候呢 啊 这个来电凌晨就没有了 什么样子啊 他是一个上下波动的一个开关啊 好 那么静音键的下面这个键呢 这是什么键呢 这是音量加 是吧 这是我们的音量加键 那么在这个我们外壳的按键上 他写了一个加 是什么样子啊 好 然后再过来的话呢 嗯 到了这边 最边上这个什么 是音量简 是吧 啊 他这个 壳子上面那个圆圆的上面印的一个简 是吧 所以分别是 静音键 音量加 音量减 啊 那么呢 这一根排线上呢 他还包含了一个键 叫什么 哈哈 开机排线是吧 所以这个 排线呢 他全是按键啊 全是按键 最终呢 透过 这个接口 跟我们的主板呢 建立连接关系 啊 这就是这个 最终通过这个主 通过这个接口 连接到主板 是吧 这是我们的连接到主板 啊 透过这个地方 啊 那么这个 他是连接到主板 什么地方 是不是JR桌子啊 他是连接到我们的JR桌子的 是吧 他是连接到主板的JR桌子的 啊 这是他的一个特点 这是他这个按键上面一个结构啊 按键那个结构的构成 啊 那么啊 有些同学可能 你是这个初学 是吧 你可能还没有拆过这种东西 啊 那你有有必要去想办法弄一台这种来拆 把这个排线 啊 取下来啊 再装上去啊 对啊 你这个是有必要的 因为因为这种按键 它是会坏的啊 像有时候这个开机键呢 他按了之后怎么样的 他就弹不起来了 啊 按键坏掉了 是吧 如果这种按键坏了 我们就没必要说单个的去换 是吧 要换就怎么样的 整根排线 整个排线啊 整个排线 整体更换 好吧 也很便宜的啊 没多少钱 几块钱 十来块钱的是 是吧 把它换掉就好了 这个是按键的实物的这个结构图啊 好 我们回到这个电路来看了 那么在实物的电路图上呢 他电路图我们知道 他是描述这个元器件在电路上面的这个实际的连接关系的 对不对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啊 这个 音量 简介 我们先看一下音量简 我们看一下右边的这个 啊 我们看一下这个是吧 vol 是 这个声音的意思是吧 啊 dwn 是down 是吧 dwn就是什么 下 是吧 是上 是吧 所以说呢 vol就是我们的这个指的声音 dwl呢 是向下的意思啊 向下的意思 l呢 低电频 好吧 这这这这这种词啊 然后vol是指的我们这个声音 dwln呢 dwln呢 就是down 是吧 我们前面讲过down 是不是啊 下的down 是吧 我们前面是不是讲过啊 想那个相机的开启关闭的时候 是不是就讲过这个词啊 哎 那么这是他的缩小啊 他叫什么呢 向下 声音向下 声音向下 那不就是减小吗 就是这样子啊 啊 那么什么时候上下呢 当这里是低电频的时候 就是这样子啊 conn 表示什么 conn 表示什么东西啊 连接座啊 connect 什么样子啊 连接座 是吧 所以在这里的时候 他是说什么意思 他说这个线呢 他是一个 音量 声音的 向下的键 在低电频呢 会发生一个什么事情呢 当他这个电压为低电频的时候 那么音量就会怎么样的 哎 减小咯 是不是就这个意思啊 哎 当他为低电频的时候 音量就会减小 是吧 这是从字面的意义来理解他啊 是这样子的 然后dzer呢 是做什么 静电保护的 我们知道 我们的这个手机啊 只要有缝隙的地方 他都要静电 都是可以透过缝隙进去的 是吧 那你们仔细观察一下 如果说你的这个按键 加减键 音量加减键 没有缝隙的话 那你按得动吗 他跟壳子做成一体了 没有缝隙 你按得动吗 你肯定按不动 就是这样子 既然有缝隙 只要有缝隙 那么静电呢 他是五孔不入 是吧 他不可能透过壳子跑进去 他是透过缝隙跑进去啊 所以在这里 我们要加一个什么 esd 二极管 什么样子 esd 是什么意思啊 静电释放 什么样子啊 那么这个二极管叫什么 静电释放的二极管 当这个按键接口是吧 我们说有静电 是吧 静电 从这里过来 是吧 过来之后 然后怎么样子啊 然后他就会 哎 透过这里怎么样子啊 哎 透过这里放到哪了 释放到地上去了 而不是透过这里跑到我们cpu 或者是跑到电源 那就出大问题了 那cpu电源就挂掉了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说呢 他是起到了一个啊 我们这个防护作用啊 防止这个静电跑到后面去 这是相当于对大家前面基础 是一个复习啊 好在下面呢 一个这个什么fl8是什么东西啊 fl8 fl8 fl8是不是 滤波电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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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在下面这个c311呢 什么东西啊 滤波电容啊 滤波电容 怎么滤波啊 通高频主接频啊 高频信号直接通过他到地是吧 所以他呢 是通低频主高频是吧 他把高频挡在外面是吧 不让他过来是吧 他们打了一个组合拳啊 他们相当于是打了一个组合拳啊 将这个 干扰信号怎么样子啊 把它怎么样消灭掉是这样子啊 好 这就是这种基本电路的一个构成啊 这就是这种基本电路的一个构成啊 在后面都是相同的 后面的什么静音呢 什么音量加都是相同的啊 重复的我就不再说了 是吧 重要的我讲一个其他的你就可以处类盘动了 好再看一下 那么这个音量简呢 这个呢 他呢 我们在这个啊 按键排键上 我们刚才看过了 排键上面都是一些开关 排键上面呢 都是一些开关啊 都是一些开关 那么这个开关的一端呢 是接地的 开关一段接地的啊 那么呢 当我们按下开关之后呢 这个这个地方就变成什么 就变成低电频了啊 就变成低电频 然后这个低电频呢 就会送到哪里呢 就会送到我们优异的啊 V三角 是不是啊 优异的V三角 哎 他侦测到怎么样子啊 你这个地方怎么变成低电频了啊 于是就把音量怎么样子啊 调小了呗 就是啊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这个他还要告诉电源的啊 我们这开关上的线呢 基本上他的这个套路都是一样的啊 一方面他要到CPU 另外一方面 他要到电源 知道吗 你任何动作 你都要告诉电源的 因为电源他要供电嘛 是吧 所以说呢 啊 所以这个时候呢 他这个音量减的这个信号 一方面要到电源 一方面呢 要到CPU 啊 这就是他这个工作原理就是这样子的啊 好 再看 这好像不用再看 这是音量减 他是这样一个流程 那么音量加呢 音量加是这样子的 看一下 啊 也就是说他相当于是这样子的啊 相当于是这样子 音量加按键 常待一下其实这个地方 他是有一个1.8V的啊 常待一下这个排线上有一个1.8V 然后呢 当我们这个开关没按的时候呢 这个地方是1.8V 按下去之后呢 他就变成什么 变成0V了 变成0V了 然后这个0V的电瓶怎么样 低电瓶会一方面送到这个主电源 另外一方面呢 送到我们的主CPU的M四角 哎他判断为什么 你怎么你这个地方是低电瓶呢 于是音量就增加了 对不对 音量就增加了 因为从这个上面 你也看得出来啊 我们看一下他这个文字的这个描述 叫什么VOL UP 是吧 UP就是什么 向上嘛 是不是啊 VOL是什么 音 声音嘛 是吧 声音 是吧 VOL就是声音 UP呢 就是向上 向上 L呢 低电瓶有效 低电瓶 好 那么 声音向上呢 是不是声音往上走 是不是加 是不是啊 就是音量加咯 声音向上呢 就是音量加咯 在什么时候 发生音量加这件事情呢 当这根线是低电瓶的时候 也就是说当这个音量加的开关 按下去接地的时候 因为他是低电瓶有效嘛 低电瓶有效 是不是这样的 哎 当这个开关接地的时候 于是呢 就发生了这个音量增加的这样一个动作 是样子 然后呢 一样的 他一方面送到电源 一方面送到主CPU 只要明白一个啊 其他的全都通了 好 这是音量加 我们再看一下 静音开关是怎么样 控制的呢 静音开关啊 静音开关的这个地方 来注意 有一个上纳电阻啊 他有个上纳电阻 上纳电阻呢 常态下 给他这里提供什么 1.8V 那么呢 这里 他会有一个开关 啊 他会有一个开关 啊 相当于这样一个开关啊 那么常态下来 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是开关上面有1 2 3 什么样子啊 当这个开关的触点1和2连在一起的时候 大家想象一下怎么样子啊 1和2连在一起的时候 那是不是接地了 接地了 是吧 哎 当拨过来的时候 当这个开关拨过来的时候 1和2连在一起 于是接地了 那么这个地方呢 就是0辅啊 0辅啊 是吧 那么这个地方呢 然后我们就处于一个什么状态啊 当这个地方是低电饼的时候 那么我们这里就是什么 静音的状态 啊 就是静音的状态 啊 当我把这个开关拨到哪里啊 当我把这个开关拨过来 拨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看一下 当我把这个开关啊 不跟上面连 我连到这个下面 我把开关拨过来 一和二是不是断开了 一与二怎么样的 断开 断开了 这个时候 这个地方电压多少幅啊 这个地方电压多少幅啊 是不是1.8幅 对不对 在这1.8幅的时候 于是怎么样的 退出禁音状态了 这个时候 只要一呼 对不对 手机肯定是凌晨就响 知道没有 所以说当一角与二角相连啊 一二角相连 是吧 相连这个都是什么状态啊 这个都是静音状态 对不对 对不对 我们这个六角坐着的六角是多少吧 六角等于0辅 什么样子 那么当这个开关什么 二角与三角相连 那么这个是什么状态啊 这个是什么啊 关闭经营状态 也就是从我们什么 退出经营状态 对不对 那么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六角等于多少吧 六角等于1.8幅 因为他相当于悬空吗 是吧 拨过来相当于悬空 是吧 然后这个怎么样子 这里的0幅 或者是1.8幅的这种变化 他会送给谁呢 他会分别从这一点 送到我们的主CPU 送到我们的 主电源 k4b4 必要是 是吧 送到主CPU的提示 就 哎 这就是他的这个工作原理 好吧 哎 这就是他这个静音的一个工作原理 就是这样子的 好 那么呢 大家呢 这个稍微休息一下 我们呢 来分析啊 我们下节课 我们来分析啊 分析什么 分析这个功能件 分析这个什么 相关的功能件是效的维修方法 这是我们下节课 是吧 下节我们来讨论这个东西 好吧 相关的功能件 失效的这个维修方法 这是我们下节课讨论的 好 那么这个我们先休息一会 休息十分钟啊 休息十分钟 再继续 好 那么 嗯 我们有时候会出现这种什么情况呢 就是说这个按键没法用啊 比如说我们这个返回键返回键没法用 是吧 然后这个键没法用 怎么样来修各位 我把这个流程告诉你了啊 怎么样来修 是吧 所以说说说这个我们只是知道流程还是不够的 是吧 我们一定要知道怎么样去维修啊 比如说这个home键无法用 那么我们怎么样来修呢 首先是吧 首先我们要说第一个 我们要测一下什么地方呢 我们要测一下这个对比组织 是不是啊 我们首先我们说要测一下这个十九角的这个什么对比组织 我们在这里测一下这个对比组织 然后如果说你测到对比组织是这个零欧 怎么搞啊 如果你测到这个地方对比组织是零欧 你怎么搞 是吧 如果你遇到这种问题你要知道是不是 当然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返回键无法用它的这个标准流程是怎么样子的啊 返回键无效 那么首先在这里呢 我们肯定是先要怎么样的啊 我们先要换一个什么 我们先怎么样子做的 返回键无效 我们可以把这个机子 啊拆开拆开之后我们怎么样子 对不对我们直接用列子啊 我们直接用列子 我们直接用列子 我们直接用列子在这个尾插线尾插排线这个后母件这两点我们去去点它知道没有 我们在这个后母件的这个尾插的这个两点让我们去用列子去把这两点连起来 那么如果说这个时候后母件是有效的 那么呢问题出在什么 问题出在我们后母件本身 知道吧 问题出在我们后母件按键的开关的本身 好所以说呢 我们可以怎么样子啊 我们可以拆开总成啊 是吧 是吧 然后呢 用列子直接短接 把排线上啊 尾插排线上 在约约里面 那么大容 我们下来 穿上出可以 好 我们下来 好 我 每个人 看 算电子 我们下来 啊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说怎么样子我们会出现几种情况是吧 嗯一种是怎么样的 ok了是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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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种是功能 ok了那么这个时候可以退回到主菜的是吧另外一种还是怎么样子啊 还是无效 嗯 那如果说这个时候说是 ok了那么我们这时候可能是什么问题啊 这个就是我们home键本身啊 按键本身 或者接触不良啊接触 是吧 是吧那么接触不良怎么搞是不是重新装装啊重新装装是吧就好了啊 那么如果说还是无效的话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做一个这样一个动作了我们要怎么样换尾插排线 这个时候我们要做什么样子呢清洗座子 观察座子的状态啊观察 看一下 看一下 需不需要清洗啊如果说张哪就清一下 对不对啊 如果说他有发黑氧化的触点那就是我们就要怎么样更换了什么样子啊 观察尾插座的状态是否ok啊 观察尾插座的状态是否ok啊 对吧我们看一下我不ok啊那么如果说你换了尾插排线好了那么就ok了是不是这样的哎 ok了那就解决了是吧如果说还是不行的话怎么搞啊你说我把尾插排线换了还是不行啊这是主板问题了这个就主板问题了这个是我们就要查主板了啊前面我们是把外配给排出了那么主板怎么样来查呢 哎主板我们怎么样来查 好那么这个时候的主板我们怎么样查呢我们在这个怎么样的啊在这个c176上面啊在这个c176上面我们在这里来看一下 那么在这个c176上面的当我们怎么样的啊把这个home键的这个两点怎么样的啊短接的时候在这个c176上面他应该有什么 他应该有一个1.8伏到0伏的一个变化这样在刚开始是1.8伏是吧所以我们可以测电压啊我们可以测电压啊 那么呢我们也可以怎么样的也可以打阻值 啊那么到底是打打阻值方便还是测电压方便的这就要看你个人的这个习惯了好吧 那么首先呢我们说测电压也是可以的啊测电压的话我们说如果说你说要喜欢用测电压的话怎么样测呢就是在这个c176上面我们可以来测一下他的这个电压的 呃是多少什么样的啊我们也可以在这个1919角上面我们来测一下那么在常态下呢 在常态下我们在这个19角在街区做的19角能够测到多少伏呢能够测到1.8伏 啊在这个19角我们测一下啊有没有1.8伏是吧 那么如果说没有1.8伏怎么回事的没有1.8伏它的原因在哪里的没有1.8伏主要是在以下几个方面嘛是吧第一个呃dj5dj15怎么样他击穿了对不对 啊也就是这样子 正常情况下应该有一个电压我开关没按一下嘛是吧因为我没装那个呃 home键尾插排线是吧我把他扣掉了是吧这个时候常态下这个地方测了我就应该有一个1.8伏而我来测没有1.8伏 说明什么东西啊有几种原因啊第一个原因是怎么样的dj15怎么样的击穿短路了第二个原因是fl5怎么样开路了第三个原因是呃这个c176 怎么样击穿了第四个原因是什么r20怎么样的开路了第五个原因是什么是这个u3的一脚 短路了 对不对 哎我们就这样子 来分析嘛是吧就这样子来分析 好那么我们首先要区分是属于开路性的孤单还是短路性的孤单是吧开路性的孤单还是短路性的孤单啊啊 好那么当这一点没有这个1.8伏我就要来测这一点什么东西啊 测这一点的对击组织对不对 对不对我要测他的这个对击组织 如果说对击组织为0欧 那有可能是怎么样的dj15 c176也有可能是u3 短路了如果对击组织是怎么样的是这个啊 无穷大或者说对击组织是正常的我说我们的对击组织是正常的是吧那么这是有可能怎么样的有可能是我们这个r20呢 开路了是不是啊 或者对击组织偏大也有可能是不是fr5怎么样的啊 开路是不是这样子啊主要是在这几个方面好吧 这种呢这种基本的事物呢我们这个课程都快讲完了我相信你应该能够有所思路的啊 所以这里有没有1.8伏我们要看一下是吧好这里又分成两种情况了是吧一种是有1.8伏 一种是无1.8伏啊 好两种情况第一种是有1.8伏第二种是无1.8伏 好那么这个地方如果说啊没有1.8伏的时候我们怎么搞啊这个地方一测没有1.8伏是吧我们测什么啊测这个对击组织是吧我们测这个阶续做的19角的这个对击组织 好那么这个时候对击组织的主要说啊他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正常一种是异常嘛 对击组织正常的话这个地方没电压我们怎么样来修 各位想不想到追逐是正常的怎么修啊 追逐是正常是吧 一种是正常 一种是不正常 对立组织正常说明怎么样 说明基本上没有短路这样的啊 没有短路 这个是我们主要是考虑什么东西啊 对立组织正常我们主要考虑什么 R20R20开路还有FL还有这个什么FL5 知道吗FL5好吧 组织正常的话 我们主要是查什么呢R20 因为这个电影这样过来的吗 什么样子啊 还有什么FL5 知道吗FL5好吧 主要重点是R20啊 FL5其实都不算在正常的范围里啊 所以说主要是在什么 你这个地方追逐都正常 主要是我们主要是要查R20好吧 R20怎么样子 你的电过不来嘛 是吧 没电嘛 所以R20可能是开路的 是吧 好 那么组织异常的时候怎么搞啊 组织异常无外乎就是什么 短路性的一个是什么 开路性的是吧 那么开路性的这个异常呢 主要是表现在什么FL5开路 主要是在这一块 知道吗 主要是FL5 FFL5开路 导致这个组织怎么样的 偏大 我们只能测到DJ15的组织怎么样 测不到这个后面的组织 组织会偏大 还有怎么样的 组织偏小 就怎么样 DJ15短路C176短路击穿U3击穿 这样子啊 所以说这个主要在这里的方面啊 第一个DJ15C176 DJ15 DJ15 DJ15C176 U3 那么还有什么东西啊 还有我们这个电感是吧 电感如果开路了也会导致这个组织偏大 这几个短路偏小嘛 FL5开路会导致组织变大啊 FL5 就这样子啊 问题一定是在这里面啊 这是在针对我们说怎么样 在没有一点buff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来搞 是吧 那么这个地方如果说是有一点buff怎么样来搞呢 有一点buff 那么有一点buff的时候 那么你这边一脚有一点buff 我六脚是不是也应该有一点buff啊 对不对 哎 这是我们要车什么 啊 有3的六脚 这边 他也应该有一点buff 好吧 谢谢大家 好这个是我们测一下这个右上的六角这边 他有没有这个1.8伏是吧 如果说你测的情况肯定是无外乎就是有和无嘛是吧 无外乎就是有和无嘛 我们看一下怎么样来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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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我测这边没有1.8伏 那然后怎么样子我这时候就应该测这个六角的这个对立组织了知道没有我就要测这边对组织了看一下对立组织这么正常 好这个时候呢我就要测对立组织没有电压测这个地方没电压那我肯定要测对立组织啊是吧 测对立组织 测对立织 测对立织 当这个对立组织正常的时候 什么东西坏呢 当这个组织异常的时候 当你这个对立组织正常 还是没有电压 那很显然是什么坏 很显然是我们的优势安自己坏了 优势安不送电压过来了 当这里的对立组织异常的时候 只有这几个原因了 第一个是要么就是电源坏 要么就是CPU坏 是不是无外乎就这几种情况 那么另外一种情况怎么样 525就这几种情况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我给大家来解释一下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当这边有1.8伏 当我这边有1.8伏 我说过这是缓冲期 当这边有1.8伏 那速度上是不是也应该有1.8伏 对不对 应该有1.8伏 可是现在不对 可是现在他没有速度1.8伏 他是0伏 我们想一想 我们试想一下 现在是0伏 你这个地方是0伏 应该有1.8伏 但是实际测量是0伏 所以在一个地方没电一样的时候 就两种原因嘛 要么就是因为后面有短路把它拉低了 要么就是前面根本上没提供 这样子 于是我们怎么样判断是前面还是后面的问题 我这有什么测什么 测对地组织 我们测组织 测这个什么什么组织 测对地组织 如果说对地组织 他又分成两种情况 是不是这样子 对地组织正常 那说明什么电源 cpu是不是好的 肯定是好的 那么问题一定是在u3 你u3根本没提供电压是吧 那么如果出现异常了 对如异常 那么说明啊 什么东西啊 有可能是cpu 也有可能是什么样子啊 也有可能是什么样子啊 电源呢 u7啊 这个序号我改一下这个地方序号 不是u120啊 这个地方序号是u7 是不是啊 有没有可能是u3呢 也有可能哦 各位u3自己短路什么样的 u3自己短路也是有可能的 好吧 这是这个阻值异常 好 所以在后面还有什么啊 电源是有可能的啊 就是这个阻值异常 好 所以在后面还有什么啊 电源u7 还有这个什么我们的u3 啊 u7还有主cpu u1坏 这都是有可能的 好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怎么样子 对不对啊 我在这个u3的输出端测试有一点buff u3的6脚我测这里有一点buff啊 怎么搞啊 我测这里有一点buff啊 我测这个地方有一点buff 这个时候你就要做一个事情了 有一点buff是吧 有一点buff 然后我就要用列子啊 把这个地方怎么样子啊 短接 我把这个dz15短接啊 我短接 我短接啊 这个这个地方 是不是0幅了 哎 是0幅了 那么你这个地方是不是也也要变成0幅啊 对啊 你也要变成0幅是不是这样子啊 哎 这个出现一种情况怎么样子 啊 你这个地方呢 你这个地方呢 啊 你这个地方呢 还是怎么样子 还是1.8 我把它短接来说 他应该是0幅啊 是吧 因为这里变成0幅了 可是他现在还是1.8 也就是说怎么样子 他输入0输出还是1.8 那说明谁坏了 说明u u3坏了 知道没有啊 说明是u3坏了 就是直接更换u3就可以了 知道 哎 那么 如果说这个地方你短接了这个地方 这里呢 也变成了0幅 这里是0 这里是0 刚前面是这里是1.8 这里也是1.8 说明u3是不是好的 说明u3是ok的 那为什么后目间还是没用呢 这个时候只说明怎么样子 主cpu可能虚焊了 或者是主电源虚焊了 知道吗 如果说这个地方电压能够虚多 这边的电压发生变化 他这种是ok的 那说明他是ok的 那么剩下的只有谁啊 只有u1 什么样子 虚焊 或者是什么样子 虚焊 虚焊 只有这种可能性存在了 是吧 虚焊或者怎么样 坏 是吧 只有这种情况可能 好 所以说我们呢 把最后的这一点呢 大家来总结一下啊 啊 所以说这个输出端有有有有有 有这个六角有电压 那么我们呢 用列子短节dje再测六角电压啊 啊 这个我们这个不足写的是很详细的啊 你看我都没有地方写了是吧 太详细了啊 在世界上再也找不到这么详细的这个教程啊 啊 绝无仅有的是吧 太详细了啊 那么这个你跟着我来 你一定可以学的非常的ok的 是吧 高手就是这样子来的 但是下去之后一定要理解啊 好 我们先短节一下这个短节压dj15 再测一下他的速度上这个电压 那么这个时候呢 他又分成两种情况是吧 这个是正常 那正常啊 是怎么样的啊 为0幅 那么等于0幅 这个时候呢 他还是1.8幅 所以还是1.8幅 还是1.8幅 说明什么 说明我们的 U3坏掉了 U3呢 他不随 这个 输入端电压发生变化 他不会翻转了 对啊 他这个电瓶高低电瓶他不会翻转了 啊 他已经不受控了 是吧 他击穿了是吧 导致他输出电压永远都会1.8幅 不论你输入端是0 是吧 还是1 那么他永远都是1.8幅 说明U3坏了 那么当这里是0幅的时候怎么搞呢 是吧 说明我们U3是不是好了 说明U3OK 说明U3的OK 功能OK 啊 那么这里呢 说明了U3的功能OK 是吧 然后我们怎么搞呢 我们这时候就要注意几个方面了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当我按下按键之后相当于怎么样 我在这边按下按键之后这个地方他会怎么样的 他有1.8幅到0幅的这个变化 但是还是后目间无功能 那么这个是指示一下几种原因了 第一个是U7的U1的W3脚虚焊或者是U7的B12K5脚虚焊或者是他们本身的这个损坏 知道吗 所以说呢 你就怎么样的 一个一个去排除 怎么样排除啊 你把这个U7你要摘掉 摘掉干什么 把U3摘掉 打什么 打对击组织 看这个CPU有没有虚焊 把他们全部摘掉 知道 这样子能打这个对击值知道没有 最后呢 你会发现可能会发现怎么样的 U1虚焊了 或者也有可能是U7本身什么B122脚虚焊或者是K5脚虚焊 你在打组织就发现这个问题了 不是啊 所以剩下的这个原因呢 只有两个啊 剩下的两个说明这个功能OK 说明只有什么呢 剩下的原因就是什么呢 我们组电源U7 电源U7坏或者是怎么样的虚焊 那么还有一种可能怎么样的 主CPU U1 坏 或者怎么样的 或者虚焊 啊 六代的啊 六代的啊 六代的好多这种 这个 CPU坏掉了啊 Home键用不了了 然后怎么样的 CPU直接挂了 那搞不了了 报废了是吧 啊 这就是他的整个工作流程 那么今天我们 暂时呢 就讲到这里 那么下去之后呢 大家把这个好好的去理解一下吧 明天我们再接着再讲